第1541章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在狐黄的带领下 狐族之人纷纷动手 一个个手印变化 妖气冲天而起 那等妖气冲斥在祭祀大镇的上空 令得整个祭祀大镇给人一种鬼秘莫测的感觉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莫非是想要开启这祭祀大镇第五层 殷皇眉头紧锁 见到狐黄等人的动作 不由得猜疑道 不可能这祭祀大镇第五层可没有那么容易开启 至少所需要引动祭祀大镇第五层开启的龙族宝物 就绝对不能够是一般的龙族宝物 就算是之前我们拿出来的那等预定 也绝对无法开启这祭祀大镇第五层 更确切地说 我们整个妖狱 哪怕包括整个九州人族 都绝对没有宝物可以开启这祭祀大镇第五层 就算他们真的是想要开启祭祀大镇第五层 那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开启成功 殷皇立即否决道 可他们要开启这祭祀大镇第五层做什么 据我所知 莫非他们想要得到祭祀大镇第五层的某些庇护 将蒙满脸狐疑 他们一时之间都不知道 凌云和狐族这番举动的意图是什么 但他们都不希望事情再生变故 管他要做什么 尽快将他们全都斩杀是没有错的 殷皇对凌云和狐族恨之入骨 自然不希望他们再多活一刻 蛇皇和向蒙等妖族之人也全都赞同 下时间 众妖身上再度妖气磅礴 一道道可怕至极的公事 就以催枯拉朽的声势直奔凌云和狐族等人而去 凌云宠辱不惊 目光所致 冰凉至极 他继续操纵这些祭祀神兽 以及也让小九和老颜帮忙 去尽量地抵挡那些强大的公事 轰轰 整个祭祀广场上 战斗声起起伏伏 不觉入耳 不过 即便数万妖族的公事着实强大 但有着祭祀神兽 再加上老颜和小九帮忙 却还是将那些公事一一给抵挡了下来 在这等抵挡之下 胡祖等人开启祭祀大阵第五层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凌云 现在就需要祭品来引导第五层祭祀大阵开启 胡皇看向凌云 他很好奇凌云这一次会拿出何等祭品来 听见胡皇的话 凌云二话不说 只见他舌尖一咬 一滴金血便是从其嘴里吐出 金血之中暗含着纯正的龙族血脉 一丝丝龙族气息从那等血液之中蔓延而出 一下子就袭 卷了整个祭祀大阵的上空 那是胡皇满心震撼 龙族血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没想到 凌云这一次拿出的祭品竟是他的龙族血脉 不过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这甚是妥当 龙族血脉就是龙族之物 用他来开启祭祀大阵第五层最好不过 至于周围众妖见到凌云此举 也不由得一个个都是惊恶不已 特别感受到凌云所突出的那一滴金血是那般与众不同 不由得更是诧异了几分 那一滴金血竟如此狂暴 里面似乎还有着一丝龙族气息 我没有感应错吧 那难道是龙族金血 那小子难道真的是龙族后裔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可能是龙族后裔 若是他是龙族后裔 整个九州早就暴动了 他一定是身怀某种跟龙族血脉相关的血脉 中妖震惊的震惊 狐疑的狐疑 不信的不信 但殷皇 蛇皇和向蒙等妖族强者却眉头紧皱万分 他们见多识广 自然比其余妖族之人更加能够清晰感应到那滴金血之中的龙族气息 只是他们想不通 大陆之上鲜少有龙族的踪迹 这小子怎么可能是龙族后裔 一定不是 若真是龙族后裔 那这小子岂会在这里 大陆之上 多少强者恐怕都会找上他 他绝对不是龙族后裔 殷皇极度坚决地否定道 依我看 他应该只是得到了某些造化 从而让其血脉具备了一丝龙族气息罢了 这种情况以前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蛇皇也猜疑道 不过 照这样下去 他们真的能够开启这祭祀大阵第五层吗 不知道这祭祀大阵第五层又会是什么东西 该不会是必祭祀神兽还要更加可怕的东西吧 相蒙不由得吞了几口口水 满脸疑惑 随着相蒙的话说出 殷皇和蛇皇的面色也是更加阴沉了下来 他们都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一旦凌云和胡族他们开启这祭祀大阵第五层 会对他们非常的不利 而且这种感觉 随着凌云和胡族继续开启祭祀大阵第五层而愈发强烈 只是 有着祭祀神兽在他们根本无力阻止 因此他们此时只能够祈祷 凌云和胡族他们无法成功开启祭祀大阵第五层 对于这些人的想法 凌云和胡族一概不在意 随着凌云的一滴龙族精血祭出 胡皇和胡族之人丝毫没有任何耽搁 皆是更加手印变化 一股股妖力气冲云霄一般作用在了那滴龙族精血之上 就见到那龙族精血疯狂颤动起来 隐隐间可见 有着一道道龙影在那滴精血之中乱窜 紧接着 就在万众瞩目之下 那滴龙族精血突兀地爆炸开来 就好似一枚炸弹炸开一般 无尽的龙族气息如同海啸一般肆虐全场 让得众妖都是无语凝耶 而就在那滴龙族精血爆裂开来的瞬间 无数道龙影斗然之间在祭祀大阵的上空之中凝聚而现 令得整个祭祀大阵的上空异常壮观 这这是要成功开启祭祀大阵第五层了吗 众妖看得瞠目结舌 至于殷皇 蛇皇和向蒙等妖族之人则是面色瞬间就彻底阴沉了下来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微微感觉到了祭祀大阵第五层开启的波动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祭祀大阵第五层给我起 哭皇帝喝声陡然之间如同惊雷一般在整个祭祀广场响起 这一刻 现场中腰都是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 然后一个个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祭祀大阵上空的位置 他们都能够清晰感觉到 在那里有着一股十分恐怖的力量正在冉冉升起 第1542张真龙雕像感受到祭祀大阵上空那古神秘恐怖的力量 中腰这一刻都是不禁毛骨悚然 不少妖族之人骨子里的位居都是毫无保留地激荡了出来 万众瞩目之下 一道道巨大的光束陡然之间从那祭祀大阵之中产生 一经出现 整个世界都被照亮了一般 光束越发璀璨 也愈发壮大 最后迷了在场所有妖族之人的眼 让众妖都是微眯着眼 方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场中的状况 无尽的光芒之中 光束越发汹涌 特别是旗上的那股波动 好似海啸一般传荡开来 令得整个祭祀广场 都是笑声一片 风暴肆虐 不少妖族之人光是在这等笑声和风暴之下 就已经有所受伤 然后之前那一道道密密麻麻的龙影全都萦绕在了那一道光束之上 令得那光束看起来异常雄伟和神秘 凌云也是微眯着眼望着这一幕 在她的注目之下 光束和那一道道龙影开始交融在了一起 交融的瞬间 凌云好似都感觉自己跟那等光束融合在了一起 这般状况整整持续了好一会儿 最后光束的光芒竟然开始慢慢暗淡下去 之前还直冲云消一般的光束 转瞬之间就越发缩小 让众妖都是看得一头雾水 也让凌云目露疑惑之色 直到所有光芒散去 众妖方才注意到 在祭台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道雕像 那座雕像的体型并不大 但给众妖的震撼却是无与伦比 因为那赫人是一座真龙雕像 龙竟然是真龙雕像 这祭祀大阵竟然跟龙族有关 难怪越是使用跟龙族有关的东西当作祭品 就越是能够得到这祭祀大阵的垂青 原来这祭祀大阵本就是龙族的一个大阵 快看 那真龙雕像的后背上还有一对翅膀 据我所知 整个九州之上 曾经就出现过一种叫做血液龙族的龙族 莫非这尊雕像就是那所谓的血液龙族 管他是什么龙族 总之这个祭祀大阵应该确确实实就是龙族的一个阵法 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还能够见到曾经龙族所使用过的阵法 众妖无不惊若万分 龙族 是那么的令人神往 是那么的令人敬畏 真龙 更是众妖心中神圣的存在 无论是狐黄 阴黄 蛇黄以及象蒙等妖欲强者 此刻见到那真龙雕像 也是不由得发自内心的肃然起敬 好 很好 太好了 见到这尊真龙雕像 凌云满脸欢喜 血液龙族 这尊雕像就是凌云想要找的血液龙族 终于有血液龙族的蛛丝马迹了 甚至凌云都在想 这尊雕像或许就是血液龙族祖地的关键所在 越想越是激动 凌云干脆纵身一跃 便是直接落到了那尊真龙雕像的旁边 然后认真的打量起那尊真龙雕像 希望能够从雕像之上发现一些什么 别说 经过一番打量之后 凌云还真发现了一些情况 当即想都不想 直接掠置了那尊真龙雕像的身上 并且在其肩膀的位置盘腿坐了下来 什么 那小子疯了 他竟敢对真龙雕像如此无礼 真龙雕像岂是他能够亵渎的 当真是放肆 可恶 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 以锦效油 重要都是气愤不已 在他们看来 凌云这等举动就是对龙族的大不敬 更是对龙族的侮辱 他们将龙族视为神圣 凌云无疑就是在践踏他们心中的神圣 这让他们怎能够忍得了 一个个都是目露凶光 恨不得立即将凌云碎尸万段 对此 凌云丝毫不在意 他舌尖一咬 又是一滴龙族金血吐出 然后双手掐绝 将那滴龙族金血渗透到了那尊真龙雕像之上 顿时间那雕像便是释放出一股十分强劲的龙威 龙威盖世 气魄万千令得众妖都是满目惊骇 一个个心底深处的敬畏在这一刻放大到了极致 甚至他们都有一种要跪拜下去的臣服之感 更重要的是在那等龙威的加持下 那盘腿坐在真龙雕像上的凌云 给人的感觉也完全变了 这一刻他们都觉得凌云不再像是一个人 而是一条龙一条跟那真龙雕像一样的真龙 这种感觉来得甚是莫名 但却震颤心扉 真龙之威竟然是真龙之威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莫非他真的是龙族后裔不成 他的金血竟然可以令得真龙雕像释放出如此可怕的龙威 就算不是龙族后裔 那也一定跟龙族有着莫大的关联 龙族嘛 这么说胡皇说的没错 他们胡族没有与人族勾结在一起 而是跟一个很有可能是龙族后裔的小子 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 若是能够跟龙族打好关系 那绝对是我们妖族之福 众妖都是被那等龙威给震慑住了 一个个都是热血沸腾 激昂万分 若是之前他们还觉得凌云说自己是龙族后裔是一个笑话 那现在他们的这种想法就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即便不能够确定凌云就是龙族后裔 但他们也认定凌云跟龙族有很大的渊源 哪怕就是只有千分之一的渊源 那都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以至于那些听信了殷皇和向蒙古洞 之前对凌云等人大打出手 欲要将凌云赶尽杀绝的妖族之人 此番内心都是彻底动摇了 甚至是后悔 紧接着就可以见到 一道道其余妖族势力的妖族之人开始纷纷撤离英族和妖蒙的阵营 甚至都有一根英族和妖蒙他们保持了距离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跟龙族为敌 即便凌云不是龙族后裔 他们也不想去冒这个险 哪怕就是袖手旁观 也比伦为帮凶好 更何况 他们已经觉得凌云有一半的几率应该就是龙族后裔了 所以就更不想掺和其中 见到众妖纷纷退离 英皇和向蒙等妖族之人都是面色阴沉无比 他们用凌云不是龙族后裔 而是拥有某种龙族宝器才会导致这一幕出现这等理由来搪塞那些妖族之人 可已经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最后 场中除了狐族之外 留下来跟英族 妖蒙和蛇蟒一族为伍的其余妖族之人 就只剩下不到之前十分之一的数量了 场中的局势 凌云并不在乎 此时此刻 他的灵魂力量已经彻底跟那具真龙雕像融合在了一起 他依旧盘腿而坐 细细感悟 第1543章进入血液龙族祖地 祭祀广场 真龙雕像上 凌云依旧盘腿而坐 细细感悟 没用多久 凌云紧锁的眉头陡然舒展开来 那略显凝重的脸上也是陡然绽放出一簇笑脸 原来如此 凌云心底沉吟 随即一时探入乾坤画卷之中 就对乾坤画卷之中的母亲笑道 母亲 你不用担心了 绝云龙族入口 孩儿找到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乾坤画卷之中 传来了母亲激动的声音 随后还有哭泣声 是喜吉儿气 是激动的泪水 绝云龙族的祖地 柳素素整整找了20年左右 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腰域 他小心翼翼地度过了20年的光阴 他早已经受够了 曾经不知多少次 他感到了绝望 但他最终还是努力地坚持了下来 他要救回父亲 他要让父亲回到日月神谷去找一宝天算账 一来 他希望父亲活着 永永远远地活着 二来 他恨一宝天 恨一宝天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三来 他知道一旦一宝天知道凌云的存在 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对凌云下手 唯有将父亲救活 才能够真正地保他的孩儿太平 正是这些执念 让他有了坚持的理由 这一坚持就是二十载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这20年的 包括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如今 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而且他的儿子是那么的令他骄傲和自豪 而现在凌云又找到了血液龙族的祖地 这说明父亲滴血重生有望 顿时间 他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十分美妙 让他一置不住地喜极而泣 听见凌云的哭泣之声 凌云心底十分动容 一个女人闯入这人生地不熟的腰狱 度过了这么多年 其中的艰辛和困难 光是想一想都觉得恐怖 他为自己有如此母亲而感到无比欣慰 同时他也在心底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让母亲和父亲 还有爷爷和外公等亲人们都过上好日子 让他们可以好好想一想轻浮 不过 虽然从真龙雕像上知道了进入血液龙族祖地的办法 但凌云却没有办法将湖黄和湖族其他人也一并带进去 甚至就连老颜和小九都未必能够进去 因为他们身上都不存在龙族血脉 而现在进入血液龙族的机会就摆在面前 凌云又岂有错过的道理 但一旦他进入了血液龙族的祖地 那谁来保证湖黄和湖族之人 以及老颜和小九他们的安危 到时候英族妖蒙和蛇蟒义族趁机对湖族动手 那湖族他们该如何应付 湖族这一次帮了凌云不少忙 而且还冒着与整个妖狱为敌的危险帮助凌云 凌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让他们彻底陷入险境之中 或许你会说 现在就直接利用祭祀神兽将英族 妖蒙和蛇蟒义族干掉再说 凌云不是没有想过 但经过之前的战斗 祭祀神兽的声势已经被消耗了很多 这预示着召唤大阵很快就会消退 而虽然帮助英族 妖蒙和蛇蟒义族的其余妖族之人少了很多 蜡巨兽的声势也比之前削弱了不少 可毕竟没有彻底消失 还能够抵挡一段时间 所以要想直接将英族 妖蒙和蛇蟒义族等所有对湖族有威胁的妖族之人斩杀 实在是有点困难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可实现 目前看来 除非胡黄等人能够回到胡族领域之中 借助于胡族领域的地形和阵法来庇护自己 应该就能够暂时保他们不被其余妖族灭亡 赤不宜迟 灵云也没有任何耽搁 便是直接落到了胡黄身边 将唯一那一张神行顿走符和乾坤画卷都交给了胡黄 将神行顿走符给胡黄 自然是希望胡黄他们在自己进入血液龙族的祖地之后 胡黄他们能够尽快地离开这祭祀广场 然后回到胡族领地去 而乾坤画卷自然是让胡黄将他们胡族子弟一并带走 目前这也是最好保护胡族的办法了 至于这胡黄会不会使用神行顿走符 这些都完全不重要了 因为灵云会让老颜和小九跟着他们一并离开 只要有老颜在 这神行顿走符施展起来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再者 老颜和小九一起跟着去胡族 以他们的实力 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助胡族度过一些难关 至少灵云会放心很多 将这些想法告诉胡黄和老颜之后 胡黄和老颜自然都不会有任何意义 然后听从了灵云的安排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灵云目光只是英族 妖蒙和蛇蟒一族之人 随即洪亮无比的声音 就如同金雷一般想撤中妖耳畔 本胡帝今日没有时间再跟你们瞎好 所以就暂且放 你们一马 希望你们好好珍惜这一次机会 不要再兴风作浪 更别忘想打胡族的主意 争阴至地有声 不容至否 这让殷皇 蛇皇和相蒙都是面色阴沉无比 在灵云说话之间 胡黄已经将所有胡族之人都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灵云跟胡黄对视一眼 胡黄心领神会 当即就让老颜开启了神行盾走符 那一刻 一道光芒陡然之间弥漫到了胡黄的身上 然后胡黄就在众腰的万众瞩目之下直接消失在了祭祀广场之中 见到胡黄他们平安离开 灵云当然也没有再闲着就带着执意要跟灵云一起进入祖地的母亲 便是再度掠制了真龙雕像之上 母亲的身体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息已经稳定了很多 而且老颜和小九归来之后 也给灵云带来了一些生命之气 可以让灵云和母亲体内的死命之气不会再造成太大影响 母亲体内流淌的也是血液龙族的血脉 自然可以跟灵云一起进入血液龙族祖地 略至真龙雕像上后 灵云身体猛的一阵 一道铁拳便是凶猛无比地砸在了那尊真龙雕像之上 一拳轰出 真龙雕像瞬间破碎 而随着这等破碎 灵云和母亲的身体也是默然之间消失在了重要的视线之中 第1544张黑暗空间 神梦 见到湖族之人和灵云相继消失在了祭祀广场 剑场中央都是一阵惊者 殷皇 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小子该不会真的是龙族后裔吧 蛇皇面色凝重地望着殷皇 他们见多识广 大概都知道湖族之人是利用人族的符文力量暂时逃走了 而灵云则应该是进入了这个祭祀大阵的某个空间之中 就像之前的祭祀空间一般 蛇皇 无论那小子是不是龙族后裔 你觉得他和湖族之后会放过我们几大妖族 不用想都知道 绝对不会放过你 而且那小子十分诡异 至少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若是在给他一些成长时间 以后真正的成长起来 那绝对就是我们几大妖族的噩梦 莫非你想要看着你们蛇蟒一族这数百 甚至千年来的鸡叶毁于一旦 一族联合起来 江湖族彻底铲除 如若我们的行动成功 以后我们妖蒙和英族也绝对不会对你们蛇蟒一族动手 这一点我可以用妖结起誓 将蒙似乎看出了蛇皇的一些疑虑 便是以妖结起誓 妖结是妖族之人必经的一个劫难 跨过去可以一飞冲天 若是跨不过去一生成就有限 以妖结起誓 对妖族之人来说 就是一种最大的承诺了 英皇的话让蛇皇沉默 而向蒙的发誓 让他一番犹豫之后 终于是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按你们所说的吧 好 赤不宜迟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我会派一些我们英族之人守在这里 一旦那个自称胡帝的小子从祭祀大阵之中出来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至于我们 立即回到各自妖族 然后召集妖族子弟 赶往胡族领域 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胡族彻底铲除 英族很快就做出了安排 对于他的安排 妖蒙和蛇蟒一族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纷纷带领各自妖族的弟子离开了祭祀广场 随着英族 蛇蟒一族和妖蒙的人离去 周围其余妖族之人自然也没有再留下来的意思了 不知道接下来妖狱又还会掀起什么血与腥风 照我看 这英族 妖蒙和蛇蟒一族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胡族和那个诡异的人族之人 接下来很快就定会有所行动 那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不如直接去胡族领域周围 看一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的没错 那我们赶紧走吧 这等大事岂有错过的道理 随着各种议论声不断响起 诸多其余妖族的人则是纷纷赶往胡族领域 他们都知道 在那里即将会发生一次妖狱前所未有的动荡 他们都想亲眼见证这次动荡的发生 外界的情势 林云暂时一概不在意 此时此刻 她和母亲一起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空间 这里没有星空 没有日月 甚至没有白天和黑夜 到处昏暗 恍若炼狱 云儿 为何我没有在这里感应到任何龙族气息 莫非这里并不是血液龙族的祖地 柳素素神情立即就警惕了起来 林云也确实没有在这里感觉到龙族气息 不过她却坚信这里就是血液龙族的祖地 母亲 之前祭祀圣典的那尊雕像正是血液龙族 说明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血液龙族的祖地 至于为何没有感应到龙族气息 想必是有某些原因吧 我们先在这里面找一找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柳素素听林云的 她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浴室比她还沉稳 她进入这等黑暗空间 内心之中都会充满了不少惶恐 但林云却面不改色 丝毫不为所惧 不过转念一想 柳素素也心疼林云 想必这些年 林云一定是经历过不少磨难吧 于是 两人便是在这黑暗空间之中 万无目的地往前走了大半个时辰 企图找到一些线索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林云也利用老颜他们带回来的声明之气 以及之前他自己所 炼制的丹药 帮助自己和母亲慢慢清除体内的死明之气 大半个时辰后 林云和母亲还是没有找到有关于血液龙族祖地的线索 但突然之间 林云身体却停了下来 眉头也第一次微微皱了起来 云儿 怎么呢 柳素素不解 母亲 这个地方有点诡异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你先进入我的星辰戒指之中待一段时间 林云十分严肃地道 依母亲现在的状况 在时待在星辰戒指之中 应该也不成问题 不过林云之所以这么做 最大的缘由是因为 就在刚刚 他突然察觉到自己体内的浮膜碑碎片竟然开始颤动了起来 浮膜碑碎片会有着如此异动 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片空间之中有着跟神魔相关的东西 如若真是跟神魔有关的东西 那此番进入这里 恐怕会凶险无比 林云自然不希望母亲有事 让其暂时躲进星辰戒指中 无疑再好不过 柳素素似乎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知道林云做事沉稳 所以只是叮嘱了一句让林云自己小心 而他便是乖乖地进入了星辰戒指中 也就在母亲进入星辰戒指的刹那 一股神魔气息陡然之间由远及近 正朝着林云报社而来 第1545章六文魔灵 感受到那股神魔气息 林云神情立即就凝重了几分 他没有想到 这血液龙族的祖地之中 竟然也已经被神魔给占据了 难道上一次 林云在日月神谷青铜铁门内看到的那等各种神龙之所以被关闭在暗无黑日的地方 也是跟这等神魔有所关系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想这么多了 林云将乾坤谷剑拿了出来 整个人也随之紧绷了几分 很快 一道四人四兽 体型巨大的虚影便是陡然出现在了林云的身前 一股黑色的力量就要笼罩在了林云的身上 好似要将林云给吞噬掉一般 这是魔灵 林云眉头微微一皱 这等东西他之前在青龙神殿之中见过的魔灵 而且这突然出现的这道魔灵等级也不高 应该只是最为低等的一二纹魔灵 眼看着那等魔灵攻势就要落到林云身上 林云手中的乾坤谷剑就已然斩了出去 那一剑锋芒毕露 剑光十足 所爆发出的剑势也无懈可击 而且在这一剑的过程中 林云还有一将近魔九角施展出来 一剑下去 那具魔灵直接一分为二 然后又在静魔九角的作用之下 直接化为了虚无 只是斩杀了这一剑魔灵之后 却又有更多的魔灵朝着凌云狂袭而来 一剧剑魔灵 都是散发出浓郁的神魔气息 张牙舞爪的从四面八方略来 密密麻麻 数量恐怖无比 至少从这等数量就可以知道 这一方空间内的神魔一定非同一般 毕竟 魔灵就是通过神魔的神魔气息才演化而出来的 好在这些魔灵等级都算不上特别高 最强的似乎也就仅仅只是三文魔灵 这等魔灵在现在的灵云面前 已经完全不够看了 龙武剑爵 灵云手中的剑光芒万丈 随着他低喝一声 在他头顶上空便是有着一道道紫色雷龙不断汇聚而成 整整十几万紫色雷龙盘踞在半空之之中 令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肃杀 点 给我灭 乾坤古剑猛的一展 所有紫色雷龙变都是从天而降 爆发出强悍无边的声势 势如破竹地轰击在了那密密麻麻的魔灵身上 空轰 整个空间一片动荡 无尽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 空气更是被层层压缩 龙武剑爵所爆发出来的威力强劲 落到那些魔灵身上之后 竟是令得那些魔灵的身体全都纷纷瓦解 最后又纷纷化为漫天泡影 这些魔灵主要都是从那个方向涌来 看来那个方向或许才是彻底找到血液龙祖祖地的关键所在 灵云心神微微一宁 随即没有任何耽搁 就直奔那个方向而去 一路之上 依旧有着不少魔灵出现 这些魔灵依旧品级还是不高 最后全都死在了灵云的绝对实力面前 甚至还助长了灵云的静魔九爵得到了不少提升 不过 越往那个方向 灵云越是感觉到 那个方向有着一股极强的气息 那等气息让他都是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但他并没有退缩 都走到了这一步 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 更何况在灵云的人生信条里 但凡决定的事情就从来没有退缩的道理 刀山 踏过去 火海 汤过去 妖魔鬼怪 杀杀杀 不久之后 又是一群魔灵朝着灵云冲了上来 这一群魔灵已经不再是低等的一致三文魔灵了 而全是中等魔灵 四文魔灵 这些四匹魔灵这一刻全都如同洪流一般冲了出来 凶神恶煞地朝着灵云大动杀手 干 灵云舔了舔嘴唇 眼中炽热 他手中的乾坤骨剑再度见识滔天 灵力激动 剑光舞动 灵云整个身体更是化为一道残影 与那洪流一般的魔灵冲击在了一起 这一刹那 灵云好似变成了一尊图魔杀神 随着他一剑又一剑展出 这些四文魔灵在他的强大攻势下 还是根本不够看 一头头魔灵就好似豆腐快一般 被他纷纷切成四分五裂 消散在天地之间 仅仅只是片刻 数百四文魔灵尽数与命 其余魔灵似乎被灵云的气场所震慑 竟是纷纷退了下去 轰轰 就在所有魔灵退下的瞬间 整个世界一片震颤 数十道龙魂突然从山谷之中窜出 那数十道龙魂都是气势不凡 其身上已经被魔器覆盖 毫无疑问他们都已经被神魔的魔 气腐蚀 给我杀了他 一道愤怒的声音在天际真耳欲龙般响起 那是神魔的声音 这个黑暗空间果然是被神魔给占据了 看来曾经龙族突然消失在整个大陆之上或许跟神魔有着莫大的关联 像之前青龙一族消失 也就是因为神魔的缘故 松松就听见数十道破风声骤然响起 然后从四面八方全都朝着灵云冲了上来 这些龙魂俨然也都已经被神魔给侵蚀了 而且这些龙魂的战斗力比之前的四文魔灵可要强了不少 甚至都已经相当于六文魔灵了 它们身上气势磅驳 让整个空间的气氛都是压抑无比 就凭你们也妄想杀本地 灵云嘴角勾起一道冰冷的弧度 眼中露出了戏谑的笑容 随即它直接化为一道蛟龙 同时也将雷智奥义施展到了极致 经过这一段时间 灵云的雷智奥义又有了不少提升 点 已经从之前的五重高级奥义提升到了六重终极奥义 所给灵云带来的雷霆之威无疑也更强 以至于此刻的灵云整个身体雷光一片 恍若一道天地雷龙 然后就化为一道雷芒 与那数十道被神魔腐蚀了的龙魂冲撞了上去 砰砰 灵云的蛟龙之躯不断地跟周围的龙魂疯狂碰撞 每一次碰撞 都是石破天惊 在碰撞的时候 灵云也毫不吝啬地将蛟龙变得衍生武学 也就是蛟龙狂笑和空间震荡给一并施展了出来 这一刻 那些龙魂在灵云的蛟龙面前 就显得有点相形见绝了 不过这等攻势并不足以将这些龙魂的魔灵之心击溃 只能够将它们的气势给镇压住罢了 第1546张原形传送光阵 灵云很清楚 要想将这些龙魂给彻底解决 就必须要利用其余手段将它们的魔灵之心击碎才可 所以在它利用蛟龙殿将这数十道龙魂的气势全都给镇压住以后 灵云就迅疾恢复了人形 然后将九旋奥一塔直接拿了出来 九旋奥一塔在手 伴随着灵云将灵力灌入其中 第一层的金属性元素 第二层的木属性元素 第三层的水属性元素 全都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抱涌而出 整个空间都处在了这三种元素的笼罩之中 金奥漩涡沙 木奥漩涡沙 水奥漩涡沙 灵云低喝声如雷 便可见三种漩涡风暴瞬间在它面前形成 然后在灵云的操纵之下 以催枯拉朽的攻势朝着那些堪称六文魔灵的龙魂攻击而去 轰轰 狂暴的力量令得天地轰鸣一片 无尽的毁灭之力更是惊天动地 令得整个世界都是地动山摇 蓬蓬 如同爆炸一般的声音响彻天际 一道道龙魂的魔灵之心在九旋奥一塔的强大威力之下纷纷爆裂 一道道龙魂也就此开始纷纷陨落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这小小的人类是怎么做到的 那道神魔的声音再度响起 似乎对这个结果很是难以置信 如若这里还有其余人或者妖族之人在此 同样也会震惊万分 毕竟这些龙魂实力的确不简单 区区神魔 也妄想在我神武大陆放肆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神武大陆的主宰 此 林云生若滔天 士气如虹 随即目光如炬 九旋奥一塔继续爆发初期强大的攻势 朝着那剩余的龙魂袭击了上去 那一刻 天崩地裂 至少对于那些龙魂来说 是致命打击 最后 在这等攻势下 所有龙魂全都身允 该死的人类 若非本神魔被封印 你以为就凭你这点能力就能够在我面前嚣张 就算是一千一万个你 也敌不过本神魔的一个哈欠 那神魔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 少说废话 给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林云淡漠一笑 并不想跟着神魔多费口舌 一个被封印的神魔 暂且翻不起什么风浪 渺小的人类 你给我等着 等本神魔出世的那一天 定要将你们人类全都碎尸万段 神魔怨怒万分 如若真有那一天 那一天绝对就是你们神魔灭绝的那一日 林云声音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随后也不再耽搁 继续往前方而去 他知道 前方或许还有更加高等级的神魔和魔灵在等着他 但他并不害怕 只要不是真的神魔出世或者是九闻魔灵 那一切都好说 更何况 随着一路诛杀魔灵下来 林云的静魔九诀已经又提升了不少 而刚刚在斩杀了那些龙魂 利用静魔九诀将他们身上的神魔气息全都净化之后 林云现在的静魔九 诀已经一举提升到了第三诀 接下来的一路 还是魔灵横生 这说明越往前走 里面所封印的神魔就越强大 所以越强大的神魔 方才能够腐蚀出更强更多的魔灵 果不其然 在一路斩杀了一些品级较小的魔灵之后 林云很快就遇到了一头七纹魔灵 这七纹魔灵提醒高达 足足高达十米之高 每踏出一步 整个地面就会抖上三抖 甚至脚下地面还会均裂出了一道道如同蜘蛛一般的裂纹 其神魔气息也异常浓郁 萦绕在身体周围 令得周围空气一阵阵暴响 但林云并未流露出任何畏惧之色 七纹魔灵 在他面前依旧还不够看 嗷嗷 七纹魔灵发出一道十分古怪的声音 就见到他双脚猛的一灯地面 灯脚处立即出现了两个巨坑 同时他的身体腾空而起 整片大地都是更加黑暗了下来 那庞大无比的身体就如同一座一栋的魔风 声势浩荡地朝着林云所站的位置狠狠地砸了下来 龙拳 林云丝毫没有退缩 一记龙拳就毫不吝啬地轰了出去 那一拳 龙威震震 力量纵横 无懈可击 跟七纹魔灵的身体重重地冲撞在了一起 砰 温声如雷 那庞大的七纹魔灵的身躯竟是被林云一拳给轰退了数十步 不过林云并不满意 光靠龙拳还是不够解决这七纹魔灵 所幸 林云直接将剑神印第四印也亮了出来 一拳一剑 拳风虎啸 剑威该是 交相出手 强悍无边 而且 林云每一次出手 都是对准纳七纹魔灵的魔灵之心 所谓水滴石川 林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够直接将这七纹魔灵的魔灵之心给击碎 七纹魔灵不是没有反抗 也不是没有施展出强大的攻势 但林云都是避其锋芬芒 用这一段时间已经提升到六众初级的风之奥义和裂变千顺步一一躲过 让这体型高大 但行动笨重的七纹魔灵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最后 在剑神印第四印的强大剑威之下 这七纹魔灵的魔灵之心彻底瓦解 七纹魔灵就此彻底身陨 斩杀七纹魔灵 林云继续前进 不久之后 一个巨大的圆形光阵出现在了林云的面前 从那等阵法波动 林云知道那是一个传颂大阵 莫非那就是进入血液龙族祖地的最终入口 林云眉头微微一皱 大胆猜测到 他觉得这很有可能 因为那个圆形传颂光阵之上隐隐间可以见到一个血液龙族的虚影 那应该正是代表着血液龙族的标志 也就是说 只要林云能够进入这个圆形传颂光阵 启动这个传颂光阵 那林云就将可以直接真正的进入血液龙族祖地了 不过林云并为鲁莽帝直接冲到那个圆形传颂光阵中去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 那传颂光阵的位置有着一股十分恐怖的神魔气息 这神魔气息比之前林云所遇到的所有魔灵的神魔气息都要强大 哪怕林云之前所斩杀的七纹魔灵 其身上的神魔气息也远没有这股气息强大 莫非是九纹魔灵 林云心神微微一沉 第1547张恐怖的九纹魔灵 就在林云心中惊疑的时候 圆形传颂光阵陡然之间被一股黑色的气息所笼罩 那等黑色的气息越发强盛 陡然之间令得本就黑暗的世界更是暗淡不已 就连林云体内的气血 都在这等气氛之下欲发地狂暴了起来 而伏魔碑碎片也是更加疯狂的颤抖着 这不由得让林云更加确定 这圆形传颂光阵当真很有可能真的被九纹神魔给占领了 黑色气息越发浓郁 最后更是令得整个圆形传颂光阵都被完全给遮挡住了 然后一头笔之前气纹魔灵还要高大好几倍 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巍蛾巨山一般的身影 在那黑色气息之中慢慢凝聚而现 最后彻底映入了林云的眼眸之中 见到那道身影凝聚而现的瞬间 林云面色立即就彻底阴沉了下来 整个人也变得异常谨慎了起来 因为他之前猜得没错 这头巨大的身影赫然正是九纹魔灵 以林云现在的实力 也没有太多把握就一定能够将这九纹魔灵击溃 但既然都到了这里 林云当然也一定不会退缩 更何况战东未战 岂能自己就认怂了 因此林云不但没有畏惧 相反身上战役十足 龙武剑爵 归翼之境 林云直接拿出乾坤古剑 一剑斩出 十万条紫色雷龙在空中凝聚 最后又全都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头更加恐怖万千的紫色雷龙 那紫色雷龙咆哮一声 就疯狂地朝着那九纹魔灵攻击了过去 嗷嗷 那九纹魔灵怒吓一声 面目争鸣无比 随着他身体一震 一团黑气便是铺天盖地从他身上洗卷而出 最后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道百丈庞大的黑色光幕 光幕之上 神魔力量纵横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轰 龙武剑爵所凝聚的紫色雷龙重重地撞击在了那黑色光幕之上 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传荡四方 无法形容地能量涟漪疯狂肆虐 轻刻间就蔓延到了方圆数千米内的所有空间 哼 铃鱼深陷能量涟漪之中 喉咙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 体内的气血在这一刻剧烈翻滚 让其面色瞬间都苍白了一丝 这九文魔灵当真是强大 虽然只是初步交锋 但就是这一出手 就让铃鱼明白 这九文魔灵的战斗力绝对远在七文魔灵之上 更确切地说 这九文魔灵的战斗力是这七文魔灵的好几倍 但即便如此 铃鱼也依旧没有任何气馁 吞天龙体 龙暴神通 乾坤古剑 第二道龙武图腾爆发 九旋奥一塔 水奥漩涡沙爆发 雷之奥义和风之奥义爆发 铃鱼一次性将诸多手段尽数使出 左手乾坤古剑 右手九旋奥义塔 两届盛气所施展出来的强大攻势 全都在龙暴神通下彻底爆发 再加上铃鱼之前在九州天交盛会上诛杀其余宗门的天才弟子 继而在他们的空间戒指中获得了六种雷之奥义碎片和六种风之奥义碎片 然后经过这段时间的领悟 使得他 剑在风之奥义和雷之奥义都分别踏入了六种初期和六种中期 也一并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出来 乍时间 两道光芒璀璨的攻势 爆裂出道到雷霆 然后在风之奥义的速速加持下 以肉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 撕裂虚空 朝着那九文神魔狂袭而去 那等攻势 毁天灭地 气势冲天 但最后却都还是轰在了九文魔灵身前那百丈黑幕之上 砰撞击的瞬间 地面不断坍塌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随之破碎了一般 咔嚓 黑幕之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声音 便可见一道细小的裂缝显现而生 裂缝越来越多 最后布满了整个黑幕 又是一道响亮的咔嚓之声 煞时间就见到整个黑幕全都化 为漫天光影 随风而逝 甚至那等攻势余威还冲击到了九文魔灵身上 但被九文魔灵轻而易举就抵挡了下来 鸟小的人类 就这点能耐 也妄想跟我们神魔较量 当真是不想活了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神魔一族所凝聚而出的魔灵到底有多可怕 神魔冷傲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空间 光是那等声音 就让人震聋发聩 哪怕就算是凌云 都是心神震害 能够凝聚出九文魔灵 就说明这里封印了一头九文神魔 光是从这等声音 就可以知道 这九文神魔果然非同反响 若是这九文神魔没有被封印 恐怕挥手间就能够让整个九州覆灭 随着九文神魔的声音响彻天穷 那头遮天蔽日的九文魔灵也是更加暴怒了起来 突然之间 九文魔灵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到爆的黑雾 黑雾不断弥漫 很快就笼罩了整片 天际 也将凌云笼罩其中 凌云的四周顷刻 兼变得漆黑无比 无尽的神魔气息充斥左右 那等神魔气息自然无法腐蚀凌云的心智 却让凌云的身体异常难受 而且黑雾还在不断压缩 就仿佛将凌云囚禁在了一个空间之中 然后不断的令那空间缩小 一旦压缩到一定程度 凌云的身体将会直接暴体而亡 这让凌云近乎窒息 面色也随之更加阴沉到了极点 以前在青龙神殿之中 面对一头魔灵的时候 那头魔灵也使用过这种手段 不过当时那魔灵只是三四纹的魔灵 所施展出的这等手段也是有限 但眼下这九纹魔灵将这套手段施展出来 其威力整整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就连凌云内心之中都是莫名的出现了一丝慌张 但凌云又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这九纹魔灵的实力固然强大 但并不代表着它就毫无反抗之力 至少 它可以施展灵霄心脏爵和阴阳龙爵 等强大的底牌手段来抵挡这等攻势 不过凌云并未选择施展这些手段 因为它何清楚 施展这些手段最多只能够稍作抵挡罢了 根本无法斩杀这恐怖的九纹魔灵 与其如此浪费精力 不如就直接一点 用另一套更强的攻势 却一举将这九纹魔灵斩杀 至于另一套更强的攻势 自然就是指灵云目前最大的底牌 也就是日月神域之中的第三套秘术 第1548章第三套秘术之威 以灵云现在的实力 若是面对八纹魔灵或者以下的魔灵 自然都是没有任何畏惧 也很有自信可以将其直接抹杀 但遇到九纹魔灵 那可就没有任何自信了 九纹魔灵 强悍无比 比之于八纹魔灵也要强可不知多少倍 阴阳龙爵和咒虚非龙之等手段 虽然强大 但还没有强到可以斩杀九纹魔灵的地步 所以灵云也不打算吝啬自己的日月神域 反正现在母亲也找到了 就算使用了这日月神域的第三套秘术 导致这日月神域会直接破碎 那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灵云拿出日月神域的时候 九纹魔灵也没有闲着 嗷嗷 他震怒一声 整个身体之上的气息更是狂暴无边 最后 九纹魔灵身上的黑色神魔气息变得越发凌厉 最后蔓延整片天地 使得天地之间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云雾 那等云雾十分诡异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也是极具毁灭性 真是强悍 力量无穷 光是这黑色云雾出现的瞬间 天地都恍若突然不复存在了一般 浓浓的毁灭之气肆虐开来 让灵云气血沸腾 甚至还莫名地生出了一丝畏惧之色 嗷嗷 又是一声低吼 嘴急 九纹魔灵的身体直接霉入了那片诡异的黑色云雾之中 也就在彻底霉入的那一瞬间 那片云雾就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攻势朝着灵云爆轰而来 气势如虹 无懈可击 左过之处 更是风暴狂袭 空气暴明 空间无限震荡 天地都在这一刻都是要随之而崩塌了一般 望着这等攻势 灵云面色骤然一尘 它没有任何怠慢 体内的灵力就以晶圆原本能不断地灌入到了手中的日月神域之中 然后就可见那日月神域一如上一次使用第二套秘术时一样陡然之间光芒的大药 那是一种青色光芒 光芒绽放 美轮美奂 好似能够将整个世界都点亮 紧接着 灵云嘴唇微动 口诀默念 那些青色光芒便是在空中迅疾凝聚 最后形成了三根通天彻底的青色光芒 灵云记得 之前使用第二套秘术的时候 也仅仅只是凝聚出了一根青色光芒 这一次凝聚出了三根 可见威力至少要比第二套秘术要强三倍 甚至更多 三根青色光芒一经形成 便是爆发出无穷无尽的毁灭之力 那等毁灭之力好似来自天际 能够瓦解万事万物一般 给我灭 灵云堤喝一声 气罐苍穹 随着他手指猛的往前方一指 那三根青色光芒就如同火箭一般朝着 那黑色云雾凶猛万千地冲撞了过去 那等冲撞 气势微猛无边 力量狂暴无限 天地都在那等气势之下 被分割成为了无数碎片了一般 整个空间更是地动山摇 好似正在发生地震一样 最后 就在这等恐怖的声势之下 两根青色光柱跟黑色云雾 攻势疯狂交缠 疯狂侵蚀 那等交缠 无限惊悚 光是所碰撞而起的声音就震笼发溃 令人头皮发麻 就更别说那等激起的能量风暴 更是破坏力十足了 轰轰 随着两道攻势越发碰撞 最后就恍若星球爆炸一般双双炸裂 无尽的光芒泼洒天地 无尽的毁灭之力充斥苍穹 整个四周山崩地裂 整个空间也是暴响连连 整个世界更是宛弱到了末日一般 而在日月神域第三套秘书的强大威力之下 九文魔灵所施展的云雾攻势被彻底摧毁 九文魔灵的身体也是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身上之前不可一世的气势已经完全消敏了下去 不过 即便如此 这九文魔灵竟然还没有直接一命呼呼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这九文魔灵着实是十分强大 不过凌云对此并不意外 趁你病 要你命 凌云抓住这个机会 又拿出了乾坤古剑 古剑爆发出强悍无比的气威 然后携着净魔九诀第三诀 直接朝着九文魔灵的魔灵之心爆刺而去 渺小的人类 快给我助手 耳边响起一道九文神魔的声音 这等声音虽然同样能够震慑人心 但却丝毫没有阻止凌云的举动 那一剑 剑逆苍穹 最后不偏不已正中九文神魔的魔灵之心 嗷嗷 九文魔灵又是一声咆哮 但这一次咆哮之后 这九文魔灵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至此 九文魔灵彻底被凌云斩杀 人类 你一定会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惨重代价的 九文神魔怨怒的声音响彻天穷 是吗 那你们神魔也一定会为你们侵犯我们神武大陆而付出惨重代价 我们到时候走着瞧 灵云淡漠一笑 完全不在意这九文神魔 不过灵云心底也有几分担忧 那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可知 神武大陆之上竟然有着不少神魔 甚至还有九文神魔 这些神魔虽然暂时是被封印了 但谁也难以预料 他们什么时候会破除封印 一旦他们破除了封印 到时候恐怕整个神武大陆都会陷入了血与腥风之中 难道所谓的第二次浩劫就是指这些神魔再度破封而出之时 灵云心底沉吟 随后也不再多想 就直接掠入了原形传颂光阵之中 随着九文魔灵被斩杀 原形传颂光阵再度绽放出之前的光亮 灵云踏入其中 整个身体彻底被阵法波动所包裹 现在就看如何启动这个传颂光阵了 不过以灵云的见识 并不觉得启动这等传颂光阵是什么难事 最为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点亮这个传颂光阵上那一道血液龙族的虚影 换句话说就是 那血液龙族的虚影就是这个传颂大阵的中心枢纽 而如何点亮 最重要的就是血液龙族的血脉 灵云虽然也是属于血液龙族的后裔 但其实他体内血液龙族血脉并未完全激活 所以这一刻就需要已经激活了血液龙族血脉的母亲来帮忙了 更何况 这星辰戒指虽然能够短时间让人待在里面不会有事 但不利于长时间久待 如今魔灵已经全都被灵云斩杀 让母亲离开星辰戒指也在好不过 第1549章见到血液龙族之人 母亲从星辰戒指之中出来 整个人比之前看起来要精神多了 云儿 你需要我怎么做 在星辰戒指之中 柳素素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所以也不知道灵云斩杀了诸多魔灵 更不知道神魔的存在 但柳素素能够感应到日月神域破碎了 他很清楚这代表着灵云已经将日月神域第三套秘术给使用了 从这里也知道灵云之前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 不过他并未多问什么 灵云脸上的笑容让他清楚 他的儿子当真是彻彻底底长大了 他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母亲 你体内的血液龙族血脉激活程度比我高 所以我只需要你的一滴血液龙族的精血即可 灵云笑容满脸地道 有时候 一个眼神就饱含了很多情愫 至少 灵云从柳素素的眼神之中 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母爱 这等感觉让他浑身一阵暖流 之前战斗各种魔灵让其略显疲惫的身体也瞬间轻松了下来 好 柳素素轻轻点了点头 随即他身上便是血气沸腾 一丝丝容气很快就充斥了柳素素整个身体 最后那等血气还在柳素素的后背之上凝聚出了一对血色的翅膀 柳素素二话没说 舌尖一咬 一滴精血吐出 就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灵云手印变换 操纵那滴精血没入了传送光阵之中 随着精血没入传送光阵之中 整个传送光阵顿时间更是爆射出一道道光束 而那道若隐若现的血液龙族虚影此刻也越发明亮了起来 最后 所有光束全都笼罩到了灵云和母亲的身上 灵云和母亲只觉得自己眼前一花 下一刻他们就已经到了另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还是黑暗一片 依旧没有星空没有日月甚至没有白天和黑夜 但一踏入这里 灵云和柳素素立即就感应到了龙气 虽然那等龙气并不怎么浓郁 但至少说明这里当真就是血液龙族的祖地了 你们是什么人 是怎么进入我血液龙族的祖地的 宿素从十朝来 突然之间一道威严无比的声音响彻整个天际 就见到有着两道后背之上有着一对血色翅膀的中年男子 陡然之间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两名中年男子都是气息庞大 龙威振振 不用说 他们应该都是血液龙族之人 而刚刚说话的 是其中那名翅膀更大的中年男子 见到这两名中年男子 确定两人就是血液龙族的人 灵云和柳素素的脸上都是充满了笑容 这血液龙族祖地之中 竟然还有童族之人 神武大陆竟然果然还有龙族之人 只是灵云不明白的是 他们为何会一直待在这等祖地之中 而不选择离开这里 这里暗无天日有什么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在神界 龙族都是十分罕见的存在 饶就是灵云成为龙武大帝 都未曾见过真正的神龙 没想到在这小小的神武大陆 竟然还有着龙族存在 虽然这等神龙只是级别很低的龙族 跟神龙也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这也足以说明这神武大陆 恐怕跟神龙有着莫大的渊源 自己重生在这神武大陆 而且祖龙殿跟着一起到来 想必一定是有着某种原因 而且这个原因一定是跟龙族有着莫大的关联 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林云则是冲着那两名血液龙族之人拱了拱手 十分客气地道 小资林云 这是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血液龙族后裔 此番前来是为了指示 林云的话还未说完 之前说话的那名中年男子就立即打断了林云的话 血液龙族后裔 开什么玩笑 我血液龙族之人都在这祖地之中 虽然你们身上有着那么一丝我们血液龙族的气息 但若是想用这种方式就蒙混过关 那也太不将我们血液龙族放在眼里了 另一名中年男子也接过话去 我们血液龙族生活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不知多少年了 除了这里不可能还有我们血液龙族之人 而且这里的出口已经完全被神魔占据 以你们的能力根本无法进入这里 莫非你们是神魔的人 还是神魔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化为人形 甚至主宰了整个大陆 欲要将我们龙族赶尽杀绝 听见他们的话语 林云和柳素素都是一脸无语 这都什么跟什么 这些血液龙族的人是待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太久 都已经跟整个世界脱鬼了吗 不过想想也正常 龙族从上古时期第一次浩劫开始慢慢消灭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 在这些血液龙族的认知里 恐怕都还不知道现在人族已经主宰了整个神武大陆吧 竟然还以为整个大陆都被神魔给主宰了 只是林云和柳素素也奇怪 龙族消失这么久 那为何偏偏外公会是血液龙族血脉 既然外公是血液龙族血脉 那他为何没有待在这血液龙族的祖地之中 越是知道一些事情 反而越是觉得有更多的事情弄不清楚了 两位前辈 我们真的是血液龙族的后裔凌云想要解释 可话还未说完 又被血液更大的那名中年男子打断了 少说废话 两具神魔 现出原形来吧 动手 两名中年男子丝毫没有犹豫 当即两拳轰出 就可以见到两道龙影之拳就凶猛无比地朝着凌云和柳素素的身上轰来 凌云和柳素素都是面色一寒 他们从未想过进入血液龙族的祖地之中 会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同族之人 这两条龙难道都看不出来吗 堂堂龙族之人 就连这点眼利剑都没有 还是他们以前被神魔整治的太惨了 所以处处提防神魔 生怕神魔来犯 总之凌云颇为不爽 既然对方出手 凌云自然不会白白挨揍 他一个剑步 挡在了母亲的身前 随即两道龙拳便也是直接轰了出去 砰砰 双方龙拳相撞 但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那两名血液龙族的中年男子所施展的龙拳比凌云的龙拳要强多了 不但轻松就将凌云的龙拳给轰碎 那等龙拳余威还冲击在了凌云的身上 将凌云的身体直接轰飞了数十米开外 嘴里更是直接喷出了数口心红的鲜血 若是这两名血液龙族的中年男子痛下杀手 或许凌云现在就直接没命了 第1550张凌云的倔强 云儿 你没事吧 柳素素冲到凌云身边 十分担忧地道 凌云立即利用万物复苏绝调吸身体 然后冲着柳素素摇了摇头 母亲 我没事 饺子 再不说实话 我们可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是怎么进入这里的 是不是跟神魔有关 决意更大的中年男子气势汹涌的盯着凌云道 若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你们信任我和我母亲就是血液龙族后裔的话 那你们就继续吧 凌云撑起身体 目光如炬的望着两名血液龙族之人 云儿 柳素素抓住凌云的一只手臂 十分担忧地想要拦住凌云 母亲 我心中有数 凌云冲着柳素素挤出了一抹笑容 随后就挣脱母亲抓着她手臂的手 然后往前一步步的向着那两名血液龙族之人走了过去 其神色坚定 丝毫没有任何畏惧 这让的两名血液龙族之人都是眉头紧皱了一下 那血液更大的中年男子却又是毫不客气的一拳轰出 那一拳依旧有着龙影追随 龙微不凡 面对那等龙拳 凌云脚步没有任何要停下的意思 甚至连反击的打算都没有 竟然就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出来 任由那道龙拳毫无保留地轰在了凌云的身上 砰 温声如雷 凌云的身体再一次倒飞了出去 这一次倒飞出去的距离更远 而凌云所受的伤也越重 嘴里喷出的鲜血无疑也越多 甚至整个人的气息都已经萎靡了不少 这让一旁的柳素素看得极为心疼 但也让那两名血液龙族的中年男子微微诧异 但那名血液更大的中年男子 还是很快就收敛起诧异之色 随即又是冰冷无比地冲着凌云喝道 事到如今 你还不说实话吗 凌云强行将体内翻滚的气血镇压住 虽然面色苍白了不少 身体状况也差了不少 但这一次他还是强行地撑起自己的身体 然后又是一步步地向着两名血液龙族的位置走过去 唯走一步都似乎十分艰难 但凌云的眼神却依旧坚定无比 实话我都已经说完了 信不信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就算今日你杀了我 事实也是如此 不过我对你们很失望 堂堂血液龙族之人 连自己的同族之人都分辨不出来 真是可笑 莫非你们呆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呆得连最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了吗 凌云的话四抱怨 四悲愤 四宣泄不满 落到两名血液龙族的中年男子耳中 让两名中年男子都是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那血液更大的中年男子更是呵斥道 放肆 我们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既然你不说实话 那就去死吧 话一落阴 那中年男子又一次施展出龙泉 但这一次的龙泉 无论是在力量上 还是在气势上 都比之前两次的龙泉要凶猛多了 一旦落到凌云身上 凌云或许会真的一命呼呼 可即便如此 凌云依旧面不改色 还是那般从容淡定的向这两名中年男子走了过去 还是没有任何要抵挡的打算 好似那等龙泉在他眼里根本不存在似的 那等倔强 那等无畏 那等执着 再度让两名血一龙族的中年男子神情正了正 他们无疑都没有想到凌云竟然会做出这等举动 眼看着那龙泉就要落到凌云的身上 柳素素担忧万分 立即想要上去帮凌云抵挡那等龙泉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但那一道龙泉并未落到凌云的身上 就在距离凌云身体还差最多一米距离的时候 那血一更大的中年男子却陡然收手 让他所施展的那道龙泉陡然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不过虽然那中年男子及时收手 令得那龙泉没有落到凌云身上 但那等拳风还是将本就受了不轻伤的凌云吹飞了数十米远 凌云身体遭受冲击 面色更是憔悴了不少 让一旁的柳素素更是心疼到了极点 母亲 我没事 凌云冲着柳素素露出了一个笑脸 你这孩子 这个时候怎么还笑得出来 柳素素埋怨道 凌云却笑得更灿烂了几分 因为她知道 刚刚那血一龙族之人突然停手 就代表着凌云已经在他们那里取得了一丝信任 只要取得了一丝信任 那就说明凌云有说话的权利了 至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凌云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他们怒对了 你们不就是担心我和母亲跟神魔有关吗 若是我能够证明我们跟神魔无关 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相信我们说的是实话了 凌云再度站了起来 这一次底气十足 虽然她前世是大帝 但其实对于龙族一直心存一丝敬畏之心 但现在这点敬畏之心看来也没有必要了 至少对眼前这两名血一龙族之人没有必要 所以凌云这一次说话没有再客气半分 甚至还带着那么一丝伶俐 你如何证明 那血一更大的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冷冷问道 依你们的实力 想必很容易就能够看清楚我脑海之中有着什么吧 同时你们应该也更清楚 我施展出来的这等力量是什么力量吧 凌云一边胸有成竹的说着 一边直接将近魔九爵给施展了出来 听见凌云的话 两名血一龙族之人都是散发出龙石探入凌云的脑海之中 凌云没有任何反抗 就将那符魔碑碎片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了他们 同时也将近魔九爵直接施展了出来 那是符魔碑碎片 那血一更大的中年男子突然面露一丝惊诧 符魔碑乃阵魔神器 第一次大陆浩劫的时候 龙族至尊就是利用符魔碑镇压住了不少神魔 你你怎么会有符魔碑的碎片 而且这符魔碑碎片怎么还跟你的身体融为了一体 另一名血一龙族的男子也惊诧道 我怎么会有符魔碑碎片 这并不要紧 更要紧的是 只要我有他 是不是就足以证明我跟神魔无关 不但无关 相反我还是震魔之人 既然如此 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相信我和母亲 确实就是你们血一龙族的后裔 凌云气势逼人的追问道 到此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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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